大家好,今天是11月7日星期二 凡星期二都有个验证声明提醒大家 第一,我本人是没有Telegram、Walks Group、Facebook群组 如果在那些收到讯息,那些一定是骗子 遇到这个情况,请打电话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 这里是有个好处的,小小看看 20日的平均线开始有点向上 最主要是过往的日子里 除了这几天因为假期拖低了很多 现在在20日,这个会慢慢升上去 这里的好处就是北水进来之后 并没有显著地流出 当然一流出几千元、几百元都没问题 起码不会稍微冻下来 即是一钱累积起来的话 慢慢细水长流就可以炒得好 情形就像这里那样 这些一流出几千元、几百元都没出现 这应该可以有表现 暂时来说,一定会很细致地去看 除了北水流出之后 还有看港水有没有自己流出 港水可以自己流出 还有美国佬的钱 那些又可以流出的 所以不可以只靠北水来顶住 昨天是有很多板块上升 那今天呢 由于是回潮的时间之中 那便会跌到这么多了 跌入之中还有几个板块好的 汽车板块还可以勉强顶住没有升跌 工商业、运输、黄金和半导体 都是看到有一个微升的 大市就跌了 这几个板块变成相对表现 就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在这里再尋找一下 再看看 过股 过股昨天就是一片江山一片红 今天就是江山一片龙 不用说了 没什么好认真要说的 这些日好日跌 这都是港股最近的特色 很少可以连续好多日去上升 其次我们看看 其次方面呢 今次升了上升 暂时暂时不需要担心 是应该要如果 以巴拿布里加通道中族 都可以的 千万不要像这样 试完之后再去穿 就行了 如果再不是的话 就真的不太好看了 在这里就希望我再走到这里 就升回上去 那就是了 好了 那接着今天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第一要留意一下 就是比较老牌的股票 是德昌电机 德昌电机它做了很多微型马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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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